刘永森老师我的一点回忆 拼搏 传承 发展 景泰兰艺术是我终生的追求 以上六个字贯穿着我一生的一条红线 一青年学艺时代 我从16岁学习景泰兰艺术 以后在北京第一发廊社 以后进遍先进的典型人物 被领导选中 派我拜著名老艺人李庆路 和中国工艺美术家金士全卫师 共深造了七年之久 1958年20岁结业考试 定位本行业最高级八级工 已基本全部掌握了两位袁老师的绝技 并成为当时公认的小艺人 这是当时业内对我记忆的评价 二企业管理时代 从1965年到退休 担任车间主任 和任北京华裔景泰兰厂 北京市工艺美术厂厂长期间 我努力培养人才 开发新的品种 开发旅游 大力出口 为国家换得了外汇 接待过众多外国元首和贵宾 为中国景泰兰等工艺美术品 走向世界及文化交流 做出了积极贡献 因为成绩突出 我在1987年到1990年 连续被评为四届北京市优秀厂长和全国清工部劳动模范 三退休后建立了自己工作室 不忘初心继续奋战至2014年 已创出自己作品100多种 由北京工美协会 工美学会工美集团主办 北京汉一黄公司和北京工美博物馆承办 为我个人举办了从艺60周年四十余天大展 其产品奇特 多行业融合 具有很浓郁的皇家宫廷气势 至今已荣获国家金奖12个 银奖16个 曾为西哈努克国王的王宫 设计制作了一八瓣果实和喷水池等15件国宝 为成龙六十大寿 设计制作了六龙如意宝顶 为中国影帝赵丹 诞辰100周年设计制作丹青妇女莲心平 并为千安钢三十年大庆 设计制作六米高鼎立金刚炉 为历史炉中之最 以上有三件 我都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也就是献给了国家 这些作品献给国家 既是我荣获国家大师荣誉一种回报 也是为传承发展中国景泰兰一个历史纪念 以后我有了好的作品 还要继续献给国家收藏 中国景泰兰是皇家宫廷艺术 所以我的设计理念有三气 借皇气 借助皇家部分形体和文士 接地气把民间文化融入其中 招人气 达到作品深受百姓喜爱 以意取人 我的设计指导思想是 叫不介无灵气 不创无灵魂 以我最大的努力 把我学到的艺术 通过作品还给人民 这是我终生的追求 四 我自称自己是景泰兰倩玉第一人 这也是我传承发展景泰兰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称第一人的理由有三个标识 数量之多 占自己作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倩玉工艺知精知巧 有画龙点睛之感 艺术质感之高 升空价值之大 即我把高雅华贵 富丽堂皇的景泰兰艺术 与玲珑剔透珠光宝器的玉雕工艺 巧妙融合 达到当代景泰兰艺术之高峰 总结我的作品有三个特点 民俗文化底蕴之后 倩玉艺术之经 皇家气势之足 总之我从退休之后 带着八个心脏支架和一个起搏器 几十年一路拼搏 最终在2018年八十高岭 获得中国第七届 工艺美术大师光荣称号 这是人民给我最大的奖励 2024年我87岁 也是我从毅七十周年的 值得纪念的一年 人这一辈子能坚持做好一件事很难 师傅传承下来的 宫廷造办处古法景泰兰 是我一辈子坚持守护的工作 我一定在有生之年继续战斗 为宫廷景泰兰艺术奋斗终身 刘永森 2024年5月30日